这里有一袋雪藏的猪腩肉 解冻后我先用淡的盐水浸一浸 去披掉它的雪味 现在我将一茶匙的盐和水浸一浸雪藏的猪腩肉 让它好将一些不好的味或者雪味逼出来 猪腩肉用冻盐水浸20分钟之后 放入一锅水中 放几片姜再加少许酱酒 现在开始把它滚 滚不用太久 当它滚起后大概5分钟 尽量把那些污腩的东西清除 水滚的时候加少许白醋 滚5分钟就可以了 5分钟了 现在把它撈出来过一个冷河 用冻水冲一下它等它降温 可能很多朋友会问 为什么要将一块猪腩肉 要飞水然后过冷河 为什么不洗干净它 然后要切一块去炆呢 原因就是这样可以令它定了形 到我们切的时候 就容易切开大小我们自己所需要的 而炆的时候 就不会因为有大小叉刺不同 那就会更漂亮 好了 大家看到的锅热了 烧红的话就下油 不需要太多 那么我们先将些猪腩肉 稍微爆一下 我们用回中继火 放入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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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成冰淇淋 才能清 sort 第二,有多脂肪可以煎出來 不過我這次買的豬腩肉也不肥,挺好玩 如果怕吃肥的,這個最適合 但喜歡吃腩肉,其實多一點肥肉會比較好 比較好吃,比較甘 讓它煎一下 煎了一分鐘,你會發現有些已經陰亡 可以煎一下 稍微煎一煎 兩邊都稍微煎,先撥開 現在,將蠟脂放進去 把蠟脂放進去 稍微放進去 蠟脂放進去 蠟脂放進去 大概1分鐘左右 用油爆滑的好处是炆热时不容易会均匀 把豬腩肉放入炒 把薑片爆炒 冰糖和葱 放入干葱 爆姜 放入红葱头 适量的干葱 把豬腩肉拌起来,不需要,因为不会影响到豬腩肉 把豬腩肉放在锅边,可以滲出油 用慢火爆香蒜头和干葱 炒至少,蒜头有金黄色 把豬腩肉放在锅边,放入豬腩肉 这时候,有些人会说,有些栗子怎样不用理 原因是,这栗子很快就腻,15分钟就腻 所以,不要理会煮,先炆了豬腩肉 现在,放点花枝酒,让它更香 放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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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汤匙 冰糖 1汤匙生抽 1汤匙 用中小火煮半小時 1汤匙 炆了45分鐘 把栗子倒進去 栗子很快脆 炆15分鐘就可以了 蓋上蓋 炆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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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醬汁用來拌飯 現在已經可以上碟了 不是,我想它稍稍稍稍稍煮至稍稍稍稍稍煮至稍稍稍稍 我喜歡醬汁稍稍稍稍稍稍 蓋上蓋 煮多5分鐘 我想兩分鐘也夠 好了,兩分鐘了 先看看,差不多了 現在照蓋蓋 關火,燙兩分鐘 焗兩分鐘 可以把栗子倒進去 栗子也很容易 把栗子倒進去 今晚就去媽媽吃飯 所以做好這道菜 甜甜酸酸 腩膜又軟 剛剛沒有人家吃 我老婆喜歡吃栗子 所以一道菜 迎合兩個人 幾乘之好 這樣就完成了 如果想顏色沒那麼深 那我們的腦瘡味會比較少 還有第二